很多人會好奇問我說 禮金大概會收到多少 我在這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收到多少禮金 我們再繼續努力的去賺錢吧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兔兔藥室的頻道 我是Tina 這是兔兔 乖 乖 兔兔 哈囉 大家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美國的婚禮花了多少錢 以及收到多少禮金 大家有沒有看到後面的這一堆花 都是婚禮帶回來的 我之前也有分享在加州 不同婚禮場地看刊的影片 如果你有興趣 在籌備婚禮當中的話 可以去看這個影片 我會放在這邊 或者是下面的說明欄 那那支影片裡面 我也有請大家猜猜 我到底選擇哪一個婚禮場地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公布一下 我們最後選擇的是 Oceano Spa & Resort 它是在半月灣 浩海邊的一個 溫馨可愛的Hotel 它離San Francisco開車 大概半小時的車程 那選擇這邊的好處也是 發現婚禮當天 早上呢 有些朋友啊 家人們他們就是 附近的海邊走一走 散散步 有一種夏天 Like California 度假的感覺 那其實在婚禮的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每一個項目都有 設一個BODGET ANOT 它這個網站還蠻好用的地方 是它有一個BODGETER的Section 讓你放不同的項目 你的BODGET是多少錢 付了多少錢 你還有多少錢沒付 很多的服務項目都是 你需要先放DEPOSIT 婚禮兩個禮拜之前 或者是婚禮當天再付微款 所以用這個TOUR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一目了然 知道說你自己 到底還有多少錢還沒有付 我們就先從最大筆的開始吧 場地跟吃飯的錢加起來是大概25K 它的場地費是需要租的 美國婚禮真的蠻長的 從下午4點到晚上11點 整整的7個小時 所以我們租了外面的場地 跟它裡面forum的場地 總共是8000塊 餐點的部分 因為是在HOTEL裡面 所以規定一定需要用HOTEL裡面的餐點 我們最後選擇是BUFFET的形式 BUFFET的好處就是 大家不同種類的東西都可以吃得到 還有就是你在請人來的時候 也不用先預點好MENI 過程可能比較繁瑣 你要make sure 每一個人吃什麼樣的餐點 然後如果有人取消 或者是有人多加的話 你要常常的去update 一個EVENT的Manager 在飯店裡面 基本上它BUFFET 除了它跟你說這個價錢以外呢 它會加24%的Service Fee 然後再加上almost 10%的TEC 所以加一加 其實就是大概有三成的價錢 是花在服務費跟稅上面的 如果不算場地費的話 一個人吃飯170美元 相當於台幣快要5000塊 那這個飯店不錯的地方是 它有提供紅酒跟白酒 在我們Cocktail Hour的時候 還有Dinner的時候 我們也有提供Open Bar 特調雞尾酒 一杯是14塊 那我們大概花了1000塊 比我們原本預期的還要少 因為大家也會喝一些飯店提供的紅酒跟白酒 再來第二櫃的是什麼呢 大家要不要猜猜看 第二櫃的是攝影跟錄影師 原本我在找Vendor的時候以為 攝影跟錄影他們是一起可以提供服務的 結果沒想到很多他們都是非常專精 你要特定找攝影跟錄影的 然後都是分開來的 我們請的攝影師在灣區還蠻有名的 他的價錢蠻貴的是6500 而且6500是有打折的價錢 那他們一次是來兩個人可以Cover新郎跟新娘 從準備開始然後到晚上 晚宴期間 Photographer跟Videographer這個部分的價差真的很大 很看攝影師 像是他們的功力 他們藝術的風格 攝影師也是來了兩個人 大概2400左右 裡面包含3分鐘的一個Final影片 以及所有的RAW Footage 所以最近幾天我也在存這些RAW Footage 真的很大 總共有400G的Footage 因為他們都是用4K非常專業的攝影機來錄影的 再來第三大支出 就是大家看到後面這些花 當然當天還有很多花沒有帶回來 我們花總共花了3200 這些東西包含了 鎮魂狗們上面的水晶燈 父母兩旁兩邊的花 賓客走到最尾邊的這兩個花 加上新娘捧花 新郎伴娘的這些碗花等等的 這個是不包含用餐的時間 每一桌如果還要在桌花 加那個的話就是要更貴 因為會有兔兔這個元素 然後兔兔是毛毛的白白的 所以他就幫我找到了這種毛毛草 然後我跟他討論婚禮想要的顏色就是 粉色金色白色這些元素 他的花呢幾乎都是大朵的牡丹 粉粉的玫瑰花 加上一些些的尤加利葉 他說第三櫃是花 但是忘了講到 還有新娘的禮服鞋子 兩套不同的跳舞的衣服跟鞋子 新娘禮服是真的非常非常的 互操所值 而且我覺得也非常的美 我很難想像我只花了1600美元 在我的禮服上面 而且他是包括幫我量身訂做 然後幫我小小的修改 如果需要的話 外加我在台灣也需要穿到禮服 所以買算是一個很合理的決定 我在婚禮當天有兩個跳舞的橋段 這套衣服是在網站叫做Candy Couture上面買的 他這個網站裡面有非常多禮服的選擇 選美小姐他們選禮服的時候也會在這上面買 衣服都非常漂亮 所以我第一套跳舞的衣服呢 也是白色的 比較有新娘的這個元素 有一個開高叉 所以就讓我可以做一些不同的特技 方便跳舞 我很喜歡他這個羽毛的元素 也看起來有一種浪漫的感覺 那第二套跳舞的衣服呢 就是比較活辣一點 他這個牌子我好喜歡好喜歡 那他這件真的好漂亮哦 他真的就是一層薄紗上面 縫了很多浪金金的石頭 所以我們之前女舞在跳完之後 基本上就會一堆水鑽 因為他就掉下來 兩件Dance Dress加起來是1400 Chimichu的婚鞋還特地去巴黎的時候 記得要買到婚鞋這個東西 在那邊還可以退稅 但是我最近在查發現 他現在在網站上面打折 對折 所以我那時候買大概是1000塊 現在呢大概是600 我真的好喜歡這雙鞋子哦 他結合了珍珠的浪漫典雅的一個元素 那他也有跟我當天的耳環相呼應 當天我的化妝師他幫我用的髮飾 也是有珍珠的元素 所以全部都是一氣合成的感覺 至於說好不好穿呢 是真的不好穿 半小時站下來 我的腳已經完全不行了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給我一個讚 剛剛忘記講到 其實我們前一天有一個Rehearsal Dinner Rehearsal Dinner就是在Rehearsal之後呢 邀請你的一些親戚朋友 去參加的一個晚餐 我們訂了一個在對面的意大利餐廳 它是3-Quart Set的Menu 一個人大概90塊 那我們請了大概30幾個人 所以總共是2,800 另外我們的DJ是請認識跳舞圈裡面的朋友 他們的收費是1,600 美國這邊的這個小費文化呢 在婚禮裡面也還是適用的 如果你覺得你的Vender他做得不錯的話 都是需要包小費的 像我也有給我們Hotel Manager一個紅包 謝謝他這幾個月來的幫忙 再來就是化妝 化妝這個價差也蠻大的 最後選擇了一個東方的化妝師 因為我想說他這樣子化我們亞洲人會化得比較細緻一點 那我這種公司花了870塊 包括我的妝以及媽媽的妝 那化妝式的部分一樣也是給10-20%的小費 另外就是伴娘的裙子們 還有當天我們的浴袍 我就是選定一個顏色 但是不同的款式給大家選 因為我想說大家不同的personality 不同的體型 有比較喜歡的樣式 有些可能是深V 有些可能是平領 那我也覺得只要同樣顏色 大家不同的款式也蠻不錯的 提醒大家你在選擇伴娘的裙子的時候 因為現在很多都是網路上面送的 所以他們有可能會送錯顏色 那我們伴娘都在不同的地方 有人在東岸有人在西岸 所以還好我們有先看大家收到的裙子的顏色是什麼 因為後來發現他們寄的顏色是錯的 如果你一開始沒發現當天就尷尬了 就怎麼有一個人的顏色是不一樣的顏色 那我也非常開心我們選的這個AQUA顏色呢 跟整個Ocean vibe還有整個場地非常的合 特別是伴郎們他們也選擇了這個AQUA顏色的領帶 外加他們的pocket 很有一種海洋風格 另外我們還有送賓客巧克力 還有一些其他的禮物就是 感謝在婚禮當中幫助我們的人 比如說Zermoney當中幫我們拉琴的 弦樂四重奏 證婚人、伴郎、伴娘、主持人等等的 這些加起來大概是1000塊美金 除了花以外呢 我們自己還是有買一些東西來佈置婚禮場地 包括大型的油畫、賓客留言粉、紗紗本子等等的 這些加起來是500多 新郎自己的衣服是600塊美金 剛剛講的這些呢是一個大概 像是對接或是拍婚紗 這些花費我是沒有把它加在裡面的 總額大概是52K左右 大概160萬台幣左右 蠻多人會好奇問我說禮金大概會收到多少 我在這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收到多少禮金 我們大約收到20K的禮金 也就是大約是婚禮花費的四成 我是認為大家有來參加我就蠻開心的 那我也是蠻感謝有些朋友是真的很支持我們 給我們包了一個大禮 一開始在辦婚禮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提認 就是婚禮會花很多錢 那至於覺得值不值得呢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值得 婚禮當中很多的花費是你可以自己去決定 可能最硬的花費就是食物跟藏地的部分 但是其餘的比方說你的花要弄的多少 是真花假花或者是自己不值 又或者是你的攝影師 攝像師你要找多好的 或甚至有些人就是攝影師都沒有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不會看影片 他們就靠朋友們幫忙一起 capture the moment 那也可以省下很多錢 或者比如說你的rehearsal dinner 你可能想要辦的比較casual一點 辦在外面有food truck的地方 讓大家可以拿著coupon去換一些食物 我覺得還是有蠻多地方 是可以依照自己的預算去調整的 好啦那分享到這邊結論就是 我們再繼續努力的去賺錢吧 好啦那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個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1.1 1.2 請問一下 1.2 5 2 3 16 6 3 我心思的 我心思的 你也不想 我心思的 我心思的 我心思的